然后啊 这个呢 你注意啊 这里面呢 现在啊 我们这个全选 全部选 还有这个商品的选中 还有呢 不选中啊 这一部分的话 他呢 没有涉及到 跟我们后台的一个交互啊 但是这边的 他就要有了 比如你点击增加 点击减少 点击手动的输入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都是在更新 我们用户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一个数量啊 其实呢 这里面这个功能呢 增加减少和删除 都是在更新 购物车中商品的数量啊 更新我们 购物车他的一个记录 那么现在你就要考虑一下啊 我们首先说 我们前后端交互的时候 对吧 第一点你要获取这个 你要去判断 我们的前端 他呢 采用什么方式啊 去给我们的后端呢 发起这样一个请求 那么这里面 我一点击的时候 这个页面要不要跳转 不跳啊 不跳的话 我要使用什么 对吧 采用RX啊 所以呢 前端的请求 应该是采用 我们的RX 请求 那么采用Gate 还是Pulse的 我们昨天给大家说了 对吧 他是不是涉及到这个修改 对吧 所以呢 要采用RX Pulse的请求 好 你把这个确定完之后 对吧 那么现在啊 我请求的时候 我的前端 要不要给后端传参数 要不要传参数 对吧 传什么参数啊 商品的ID啊 还有什么 好 商品的数量啊 还有需要其他吗 有 小G OK啊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是不是只要更新 这个用户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数量 那么你就还是看 你的购物车里面 我是不是只存了一个 商品的ID和商品的数量 所以呢 你要发个 你要既然要更新的话 你只要告诉我 你要更新的这个商品 它的 哎 你要更新的商品的ID 对吧 哎 是多少 你要更新的这个数量 是多少 是不是只有这俩东西 所以呢 你前端需要传递的参数 我们呢 哎 前端 需要 传递的啊 需要传递的参数 哎 包括这个 商品的ID啊 你要更新的商品ID 叫做 SQID啊 然后 商品的更新的一个数目 对吧 哎 更新的啊 更新的 哎 商品 数量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叫它看的啊 OK 那么 有了它之后啊 你你既然确定好了这个阿加斯帕斯的请求 哎 确定好了这个需要传的参数啊 那么你就可以呢 在后面呢 去写这个对应的 去写这个对应的 视图啊 直接呢 就可以在这边定一个对应的视图叫class cut update view啊 updateview 那么最终呢 继承用我们的view 哎 这里面呢 它呢 就属于这个购物车 记录 更新 好 更新的话啊 那么在这里面更新的话 post的请求 有一个对应的post的函数 写上一个request啊 request 好 这一步的话就属于我们 购物车记录更新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 首先跟我们昨天的是一样的啊 既然有数据 对吧 你要去 接数据啊 获取数据啊 就接收数据 接收数据 好 接收完之后 教验 教验啊 哎 参数的一个教验 数据的一个教验 然后呢 再往下对吧 哎 处理 业务 处理 那么业务处理的话 其实就呢 更新 购物车 记录 好 最终返回应答啊 还是这么几大步 返回 应答 那么 这个的话 其实呢 跟我们购物车的添加 基本上一样呢 在你去进行接收数据之前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我能不能让他更新 对吧 所以呢 你还是要进行这个用户的一个 教验啊 且还是要进行用户登陷教验 是不是就他 然后呢 紧接着啊 你看一下啊 你把它拿过来之后 放在我们这个函数的前面 我就判断用户有没有登录 对吧 然后呢 我去接收数据 接收数据是不是还是SQID和Count 然后接收完之后 对他俩进行一个教验 对吧 其实呢 跟我们昨天添加这段代码呢 一样啊 你看到接收数据 教验完整性 教验这个数量 再去教验商品呢 是否存在啊 其实前面这个教验过程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一模一样的 你直接呢 去把它 好 我们把这个呢 整体呢 往前去缩进一下 这里面看到没有 接收完数据 对吧 教验完整性 教验这个数量 再去教验这个是否存在 然后下面呢 当我把数据教验完之后 我就可以呢 去进行这个业务的处理 核心的逻辑啊 就首先 先去拿到这个链接 connection 等于我们的get res connection 写上一个 default啊 然后 写 拼接出对应的 key cut 可以等于我们的 cut 然后下线 百分号d 百分号user id 对吧 OK啊 那么我现在要更新 我是不是更新呢 我要更新的是 这个哈希里面的谁呢 是不是就这个sqid 对吧 更新完之后 我直接呢 我们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更新啊 更新 其实呢就是connection 那么你设置的话 其实呢还是使用这个h set函数 我要设置它里面的 count的对吧 count cutkey里面的这个 属性谁呢 属性就应该是这个 sq的id 对吧 我要设置它的值 为什么呢 为我们的 count 对吧 这是不是更新 但是你注意 你在更新之前啊 我需要呢去看一下 你要你要我更新的这个数量 它大不大于我商品的库存啊 所以在前面 校验 商品的 库存啊 如果对吧 如果这个 count啊 如果count大于我们的sq 它的这个stock的话 说明商品库存不足 返回一个接线啊 return接线 来上一个 res呢为 4 然后呢 error message 告诉你这个 商品 库存 不足 好 否则我才做一个更新 对吧 更新完之后 我就呢 我就可以返回一个 应答 return json respons 写上一个 res呢 为5 对吧 来一个 message啊 告诉你这个 更新 成功 更新 成功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 购物车更新的函数啊 你看前面的这一份 注意啊 前面这份 跟我们昨天写的 一模一样啊 关键就在这几句啊 这几句其实也一样的吧 拿到电接 拼接出一个k 然后呢 交易上面的库存 更新的话 其实就这一句代码 connection hset cut sqid 的值 等于这个 con啊 更新完之后 给它返回一个对应的值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哎 购物车记录的更新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确定一下 就叫它 叫到 cut update啊 我们把这个呢 在这边去做一个设置啊 写上一个 导入我们的这个 cut update view 在这里面 加一个 urr 叫到 update 到了 对应的是我们的 cut update view .s view 好 起一个名字 name 叫到 update 这里面就是 购物车记录 更新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你看到啊 这就是我们购物车记录更新 后台的一个 试图 后台一个试图 比如说啊 我购物车记得